衣食是这边,衣食神宫是这边,然后鸟也是这边,特别的近。 然后呢,鸣鼓在那边,大概接近。 然后做店家的话,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。 台湾有神木,日本有高木,我是高木! 现在是6点40分,超级楼,户外只有零路左右,风也大。 加玛多了人,在干什么呢? 原来是东代新年的日出,人潮拥挤现在的状态。 有很多想干新年日出的日本人呢。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年的日出。 观看元旦1月1号早上的日出,就叫做新年的日出。 一部分开始亮起来了。 太阳马上又亮起来了。 同样是日本,日出的时间稍微有点不一样的。 日出的时间,东京一带大概是6点半左右。 大阪一带,7点左右。 太阳渐渐升上来了。 这一次,我是在海边看的新年日出。 不一样的人也会选择东山看日出。 在日本各地有很多有名的看新年日出的地方。 用日语来说,这个叫做新年日出景点。 虽然这里也是新年日出景点。 虽然这里也是新年日出景点。 但是最好是前面没有上水平的地方。 太阳完全出来了。 心情不好的时候, 晒晒太阳,心情就变好了。 大家都说, 用中文说,新年快乐。 。 海边的土壤店,有很多海产品。 太阳完全出来了。 这是元气满满的一片。 这是二建坡有名的富士岩。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二建坡旅港街。 从富士岩到二建坡火车站的旅港街是一条道路。 现在呀,三十十度。 而且风很大呢,特别的东西。 那么看一下,那边都是旅馆。 很有名的旅馆街。 我们这样说。 尤其是小学生的休学旅行。 都住在这个地方的。 很有名。 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,也住在那边的。 那大概大阪呀,神户呀,京都呀,那边都来, 在浴室那边流游。 那么看浴室神宫。 然后附近的头发。 鸟鱼。 那个地方。 从富士岩到二建坡火车站的旅馆街是一条道路。 有很多东龙。 是日本风格的街道。 这边有很多松树。 然后右边都是海边。 很有气质的地方。 你们来这边可以散步呀。 我小学生的时候,也在这边散步过。 这边都是旅馆。 今天,今天是正月。 一月一号,一天住就两万亿元。 这么贵。 但是平时的话,会有五千日元,六千日元。 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住在这边。 这边全是古道的木造旅馆。 这些木造旅馆的内侧是这样的。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图长店。 嗯。 这边的旅馆街啊。 旅馆多,所以图长店也特别多了。 看一下这样。 图长店真的很多呢。 那我们看看店里卖的东西吧。 谢谢旅馆的小学生很多吧。 所以很可爱的东西很多。 因为离海边近。 所以跟海边有关的图长很多。 也有跟海边无关的图长。 这边的都是一百日元的。 小学生也买得起哦。 嗯。 你看,很便宜啊。 一个一百日元。 也有五十日元。 这些都是小学生买的。 我小学生的时候买过这个。 还有这个。 五十日元。 嗯。 还有这个。 很寄的。 这边的东西不是一百日元的。 都是玩具。 。 尤其是贝壳多了。 长寿竹。 这是送给爷爷奶奶。 还有其他家人的筷子。 可以吗? 嗯。 这个我也买过这个。 还有这个。 现在就要去二柬埔火车站了。 。 二柬埔。 除了旅馆以外的古建筑也很多。 这是有一百年以上历史的江湖时代的建筑。 我觉得。 这里是二柬埔火车站。 这里是二柬埔火车站。 这马上就要过来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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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次给你们介绍鸟鱼的海边 皆さんチャンネル登録お願いします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分享一下哦